豬肉陷入瘦肉精疑云 相關的話題也引發關注 有民眾就好奇了 同樣是國民美食 為什麼雞肉飯的美食地位 卻總略輸滷肉飯一籌呢 這天文一出掀起了網路上的熱議 嘉義雞肉飯的業者就出面解答了 說這跟製作難度有關係 以下帶您一探究竟 白嫩的雞肉切塊淋上骨船醬汁 撒上油蔥後端上桌香氣撲鼻 看起來油油亮亮令人食指大動 另一邊一大鍋滷肉汁豬肉 肥瘦均勻滷的入味 搖起一大匙焦零在白飯上 誘人的色澤看了怎能不心動 兩種美食今天你選哪一道 滷肉飯與雞肉飯確實各有支持者 但相比之下點滷肉飯的人應該會多一些 但近日爆發瘦肉精疑云 就有網友好奇滷肉飯是否會受到影響 透文提問雞肉飯的美味程度 不輸給滷肉飯 但為何雞肉飯的美食地位會略輸一籌 有網友表示雞肉飯要好吃的門檻比較高 還有網友說雞肉飯只有在嘉義限定 但滷肉飯全台都可以找到不錯的店 但真的是這樣嗎 滷肉飯基本上只需要就是肉 然後加上香料下去炒 然後經過長時間滷汁就可以 雞肉飯的製作成本比較高 我們醬油跟蔥油又需要另外不同的工序 嘉義雞肉飯的店家解釋 由於雞肉飯製作過程較複雜 每個步驟都要講究 嘉義店家選用的是雲嘉南地區的火雞肉 口感不同 而蔥油是紅蔥頭現炸 醬油也要和大骨一起熬煮出醬汁 因此雞肉飯美不美味落差較大 民眾擔心採雷才會導致滷肉飯 成了多數人的首選 這有蔡從無家一報導